回到節目現場 先趕快來請教委員 因為蕭美琴真的很忙 他把回到台灣第一場造勢 就獻給 他獻了十年青春的花蓮 當然花蓮相親 你看首場造勢就直接爆滿 大概有超過五六千個花蓮人 包括美美的當選 為什麼叫美美的 就是剛才講的 蕭美琴 加民黨的候選人張惠美 雙美加一個賴清德 是美美的組合 可是可能觀眾朋友想說 奇怪了蕭美琴不是才剛回來 怎麼又出去了 因為蕭美琴在臉書上有說 他要飛去美國 要辦一些交接等等的儀式 那另外最重要的 這個四隻愛貓 他也要想辦法 把一些防疫文件取得之後 帶回台灣來團圓 所以現在蕭美琴的動態 大家都是非常關注的 委員 我們真的必須說 其實這場選戰到目前為止 蕭美琴擔任副手 這個話題 真的是一個好題 也激起了大家的熱情 所以昨天晚上的時候 大家看到美琴姐 又出又打包出去美國 想說要做什麼呢 對啊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他當時20號的時候 是從APEC的會議舊金山 直接回來 連他的家都沒有回去 是直接從APEC會場 直接就回來台灣 然後宣布成為副手之後 又進行了這樣一個禮拜的行程 那麼現在才是要回去他的家 打包行李 辦離職手續 最重要是把他四隻貓 貓小孩帶回來 是這樣的狀況 但他已經告訴大家了 12月1號 他就會正式的投入選戰的過程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搶他的時間 還在預約啊 有沒有搶到啦 我以為 是現在大家口風很緊啊 因為那個小美琴的時間 是稀缺資源啊 所以大家都 這個競選總部這邊 控得很緊啊 所以還沒有被答應 但我想每個人都在爭取 可是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看到昨天美琴 在這個花蓮的演講 我個人認為這是 競選總部到目前為止 辦得相當相當好的一個造勢活動 而且安排得也非常好 就是讓蕭美琴的第一場造勢活動 是從花蓮出發 大家可以看到 那是有象徵意義的 不但是花蓮是民進黨 長期的艱困選區 更重要的是 這是蕭美琴真真正正 扎實在地服務 十年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平常造勢場合 有時候你要不斷的發動訊息啊 去動員啊等等之類的 但這一場的群眾百分之百 我相信百分之百 我相信百分之百 是自動來的 真的是百分之百 我剛剛要猶豫一下這數字 但我在回想我看到的畫面 我相信大部分 絕大部分真的都是自發來的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的是 不用思宜帶動 在蕭美琴講話的空檔之間 台下的民眾是自己呼喊 說美琴我們好想你 美琴你回來了 之類之類的這個話語 完全不用台上思宜的帶動 所以蕭美琴也因此紅了眼眶 這段其實是沒有被設計 但是自然流露 其實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你投注了真心 那人家也用真心帶點 剪成短影片 我們不就是 跟美美姐講 其實現在有很多 所以大家上網可以搜尋 搜尋蕭美琴花蓮 我相信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 真的聽到會感動 這種真心換真心的這樣子 彼此對待的狀況 不就是美德嗎 不就是美德 應該要迎台灣嗎 跟柯文哲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昨天在看的時候 那尤其我看到美琴姐 其實她能夠用這種 淺白的語言 讓花蓮人知道 光是一個 從台北回花蓮的火車之旅 我們做的是換新的自強號 我們做的是在過去長期隧道 那麼多的隧道當中 會收訓不良的手機 現在可以通話了 就這兩件事情 平常你可能不會注意 你也會忘了這件事情 是怎麼被成立的 這怎麼被做到的 但經過小美琴一提 你就想 啊對啊 這八年真的改變了很多 就這麼細小的地方 讓你的生活方便了很多 更不要說陳其仲 在那個會場上也告訴大家 花蓮地方 這個農產品最多的地方 從原來的一級產品 只能做原始產品 你種什麼水果 就賣什麼水果 現在花蓮有自己的初級加工廠 所以你可以把賣不完的水果 初級加工之後 變成另外一個銷路 這也是這幾年的成績啊 所以其實認真靜下來回想 這個國家真的是 一步一步再進步 那我們就是希望像美琴姐 這樣帶動了熱情 也讓大家知道成績 來 因為慧姐要補充一下啦 這個真心換真心的部分 其實美琴跟花蓮 因為我們大概都去助選過 那我們那個彼此 對於花蓮對於美琴 這段的這個歷程 都有一些的這個理解 因為美琴在就2020年的時候 因為這次的這個選舉 那輸給這個傅崑奇 大概7000多票 那離開花蓮之前 當時他的花蓮的主任 那還跟這個還在臉書上面 他美琴沒有受益他 但是他自己寫的 他就說沒有想到 這些的當地的支持者 那曾經都要美琴 去幫忙他們爭取到 好多好多的建設 但是轉投他就去投給傅崑奇了 這是這個主任 他當時的心情 他其實是因為敗選了以後 心情很不好 後來就有記者去訪問了蕭美琴 他說你還會留在花蓮嗎 然後美琴當時是很難過 那美琴就說 可是我的娘家不要我啦 那所以才會有 昨天他回花蓮的時候 會讓人那麼感動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 現場有很多很多的手舉牌 對我們鏡頭來看一下 那這些的手舉牌 都是早上的時候 你在七點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回鄉的美琴我們愛你 早上七點就去拍了 而且你看每一張其實都不太一樣 我們想你美琴 在現場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 但是看起來真是支持者自己做的 對支持者自己做的 自己自己開始跟這樣 而且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你看到他們看到美琴的時候 是跟美琴有非常深的擁抱 包括花蓮東社的社長 花蓮很多在地的朋友 他們是彼此叫得出名字 而且是過去是在花蓮 他們有共同一起努力打拼過的 我覺得所以我剛剛在第一次講的時候 我才說蕭美琴 現在我們在民調上面 其實還沒有看到蕭美琴 這個加入了競選這一局以後 他對於民調產生的結果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是近新聞 我們在節目錄影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友台公布一個新的 那也是這個賴清德的 跟蕭美琴的賴蕭配是34% 那這個侯友宜跟趙浩康的是31% 那至於柯文哲跟這個吳欣營的 是大概23%左右 所以也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但蕭美琴的效應其實還沒有反應出來 但我覺得從花蓮這一場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蕭美琴她的誠懇 那蕭美琴她的溫暖 那不管是從造勢活動上面 或者在專訪上面 陸陸續續的展現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民進黨在未來的造勢 應該要更去凸顯這些 那以去跟他們的對手 去做出一些市場的區隔 然後更去加深對於年輕族群的一些的吸引力 我覺得這是未來可能民進黨要加強的 我剛才玉慧姐幫我們補充了另外一份最新的民調 來自友台 所以朱熙這個趨勢跟近新聞都差不多了 剛才來自友台的民調 賴蕭配34% 那侯康配31% 而至於吳欣營還有柯文哲這一組搭檔 是落在20幾是比較後面 其實跟這份這個整個這個趨勢 是真的蠻像的 所以看起來侯康配跟賴蕭配 人真的有拼 這真的差距越來越縮小 你看看 像是侯友宜 現在在造勢場 又開始打出這個兩岸牌 包括昨天就在罵說賴清德兩岸政策 只有會講那個快問快答的 什麼瞎人飯 喝真奶 侯康配才是和平促進者 現在國民黨又開始用這招了 來主席怎麼看 這兩個民調 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賴蕭配要很注意 這表示人家已經在 已經在起飛了 侯康配在起飛了 而且趨勢是就是把柯文哲邊緣化 越差越多 邊緣化下去很顯然 不要說全部跑過去 你就走十幾趴 二十趴 賴賴蕭配就跑掉了 我告訴你 我蠻爛牌 但我當然還是希望他們賴蕭配贏 剛才兩位小姐你說 說了很多正面的 可是我覺得美美講得比較正確 因為重點不是你做得多好 是他跟你攻擊的時候 你牙口無言 你怎麼說給人知道 隨便他攻擊 隨便他抹 這個我們已經好多次了嘛 其實齁 其實大家不要看 我們看國民黨跟共產黨鬥爭時 就很清楚 共產黨當時就用這一套 哪有政見 你沒錢你就輸了 因為民心都換啊 先分化啦 天天說你貪污 天天說你貪污 等到換共產黨是天天貪污 叫你不能說 就差在這裡而已 其實貪污不貪污 很簡單嘛 交給一個強悍 而且公正的司法 建立一個司法的體制就好了嘛 哪一黨做也會貪污啊 又不是民進黨做才會貪污 民黨做的時候貪污才多咧 將在這裡的原因 其實有幾個 我先回答一下 剛才柯文哲那個部分 我想要講一下 他說柯文哲現在又要散去 你剛才還沒有講那個 玉輝還沒有講到說 他裡面連陳水扁都加進去了 他很難說 你看那個陳 不會啊 那個陳昭芝只有他自己本人跟他先生 那兩票而已 陳昭芝的老公叫郭長峰 因為阿扁的關係後來當到那個什麼 北一的副校長呢 北一的副校長 這是阿扁嘛 然後最後一名那個許忠賢本來還來過台臉 他來台臉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他掀起 那個台臉到底要停扁還是反扁 台臉裡面有一半的人說不停扁 反扁 有一次說要停扁 都亂起來 亂來 後來還是歸隊到陳水扁那邊去了 所以這個是綠的 綠的也吸進去了 所以其實柯文哲他 人家有幾個 他說菜堂吃菜 菜比較適合 就是因為他沒有中心思想 這裡也扁 那也扁 大家都扁 扁的時候他招往那判的時候很厲害 但是一旦那個氣勢消失以後 會散掉也很快 這是他的問題 不過我現在講一個 最後講一點 就是那個賴清德 為什麼他一直沒辦法突破35% 我們說35%啦 其實到現在有突破四成 好像也一兩次而已 大部分都沒有超過35% 大概八月從美國回來那時候有突破四成 那後來就有稍微就再稍微掉了 大家要記得 如果一直這樣 馬上下去了 火友餘跟照照康拚過了 這個很危險 那差個一兩趴很危險 那我要講一個 原因也蠻多啦 但我要講一個 我們小黨的感受非常深 不好意思 這不是 我不是為我們台臉講話而已 就是說 我每次聽到那個賴清德 還是他的事實在旁邊 三票都給民進黨 我卡位就頂了 三票我就死了 我死了 為什麼要跟你聽 歷色的小黨有幾黨 你知道嗎 那個你不要覺得是好笑 他的票我算給你聽 我們如果把泛綠的小黨 票全部加起來 包括時代力量 基進黨 台聯黨 以前的一邊一國 喜樂島 還有綠黨 綠黨三十幾萬票 把這些黨全部加起來 賣到一百八十萬 那我問你 這些票 政黨票投給小黨的人 他本來就覺得 他需要支持一些他的理念嘛 他就是 你再怎麼強大 他也不會挺你 他就是會挺他的小黨 我問你 這種票 他本來就是 有可能說 政黨我投我的 總統我要挺賴清德 我區域立委也會挺民進黨 因為小黨根本區域沒有空間 這我們知道 但是你一直聽話 你注意聽 國民黨跟民眾黨 有沒有每一次場子都在喊說 三票都給民眾黨 三票都給國民黨 他們不喊這個 他們比較聰明 不會啊 因為現在三票給民進黨的原因 是要支持王英川 那我聽你們 三票都給民進黨嘛 那一百八十萬票 政黨票給小黨的 都去死嘛 都去死 我們幹嘛要支持賴清德呢 你就要給我們四個 為什麼要支持賴清德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同理心 沒有同理 很阿爸 很阿爸 這樣的民進黨 老實講 我覺得很痛苦 我是一個董的董主席 我很希望我們這個董可以換下來 不用多票 我也幾十萬票就換下來 你一直跟我說 三票都給民眾 三票都給民眾 那我就死啦 死人怎麼挺活人 對不對 要有一點點同理心 不要這麼 不要那阿爸 阿爸就跟共產黨差不多啦 好 這個每一個黨呢 這個選戰策略都非常不一樣 不過剛才大家講到這個民調的部分 確實 侯康佩其實成軍兩三天 現在跟賴清佩真的就有拼了 民進黨的危機意識 民進黨接下來 要怎麼樣來處理 只是說侯康佩這組 大家現在好像覺得趙少康 拿到比較像總統 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